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是以家各个家庭为单位包下海边的宾馆 彼此之间进行 我说就像那个河北人卖驴似的 卖驴的就是穿着那时候冬天穿着大褂 这手指头不伸出来 俩人在这个手袖子里头 恰恰恰 不给这机会 但是反过来 我讲过 昨天有一期节目 披露出来BBC报道 讲江泽民见基辛格 那连BBC那样严谨 中性的 很少评论的这样的媒体 都直接讲非常诡异 这个江泽民露面的消息非常诡异 我当时跟大家介绍呢 我说应该说有人拉了枪栓了 这拉了枪栓不知道是打别人还是打自己 那就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说 中共内部呢 中间最上层的冲突很大 而动向杂志最新的消息 我今天在另外一期节目当中讲了 讲一个月前 6月22号到6月25号 政治局开会本身是不欢而散 不欢而散的原因就是彼此之间 打这种冲突非常激烈 大家就吵起来了 你骂我我骂你 就差骂爹妈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到现在这个是坑结上 拿出薄熙来的消息呢 你就很难说是真是假 我说是真是假 真的意思呢 那你现在只能说 是代表习近平这一派 那他无论怎么样 人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首脑了 那站在这一派 那你就算真 就是他真的要对薄熙来这么做 那要假的呢 那就是另外一派 故意来搅乱这个环境 故意来这么做 昨天拿出了这个江泽民会见 金星格的消息 今天出来了薄熙来被审的消息 而昨天那个消息很多网上评论讲说 江泽民力挺习近平 对吧 这就是我说的 那个消息最具有杀手锏的意思 应该是来自于曾庆红 那个招很坏 表面看起来支持习近平 实际是在打习近平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 曾庆红也好 江泽民也好 他认准一点 抛掉薄熙来 也抛掉周永康 但是可以吃准的 这两个人都不会吃死刑 也就是这两个人一定会留下命来 留到青山寨不怕没柴少 所以如果留下命来 这口气倒过去 扭过脸来 一定要作死习近平 这是无独不丈夫亮相非君子 这能完全能够可以看到 这是江泽民 曾庆红的这种招手 那我们就看看最新拿出来的消息 针对薄熙来的说法是什么样的 这个消息还是法广报出来的 法广的文章的题目这么说的 重庆官方内部传达薄熙来案起诉信息 文章介绍说 23号下午 重庆的党政系统 在内部传达了一份 中共中央关于薄熙来案件的调查 以及公开审判的情况通报 虽然据称该份文件仅传于现处级以上 但是傍晚已经有很多内容传到网上 法广拿到的消息说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 给薄熙来定罪是三宗罪 贪污罪 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 大家知道在去年薄熙来被弄下来的时候 其实在今年年初 说移交司法机关的时候 给他定的是六宗罪 现在减了一半 改成三宗了 文章讲说 法广本身还没有得到确准的涉案金额 但是李庄 也就是律师李庄的说法 在传达的文件当中讲 薄熙来受贿2000万 贪污500万 还涉嫌在鼓开来杀人案中 影响调查 涉嫌滥用职权罪 又杀了一个清官 这是肯定的 他只弄2000万人民币 折合美金多少 可没多少钱呢 才合300多万美金呢 贪污500多万元 90来万美金 500多万元我还说那句话 你在北京二环三环里头可买不上一套房子 两居室的房子 这可是个事 又杀了一个清官 那法广的报道接着讲说 如果李庄的说法是事实的话 那薄熙来涉及到的受贿金额 超过了法广之前所报道的 来自于另外一个消息的说法 600万 他说根据当时600万的贿赂款的说法 实际是大连富商徐明支付给薄熙来儿子 薄瓜瓜读书的费用 那这里的说法我们就可以确定 法广拿到的消息 2000万 500万的消息 以及滥用职权罪的消息 是来自于李庄的 那根据这样的罪名 他说上述罪名受贿2000万 刑期在10年到死刑之间 而贪污罪最高刑期为死刑罪 而滥用职权罪5年到10年 所以这就是他基本上的刑期 而我自己看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把薄熙来给割裂了 如果按照这三宗罪说法 就是一个单独的案子 这单独的案子跟谁都没关系 这单独的案子就跟这个很普通的 刘志军贪污6000多万 那薄熙来比他少 只不足他的一半 而官位比他高 所以比他会判得轻的 对吧 很单纯 不是反党反射反中央 不是 他唱红打灰没有罪过 他的所有的其他操守都没有罪过 他不涉及到杀人罪 他不涉及到他在辽宁 在这个大连时有关活体摘取人们器官的问题 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摘取器官的罪恶都没有了 对吧 那为什么没有呢 那也就是说 按照这样的罪责 治他这样三宗罪的人 要保中共自己 而所有的那些的操守的做法本身 都是完成当时的中共最高的首脑江泽民的旨意 而如果从这条线上追上去 必须瓦解中共 必须抛弃中共 这是肯定的 所以就变成了大家共所周知的罪责 最后变成了一个个人贪财 然后有亲情 老婆杀人自己本身袒护 这是亲情 所以这是一个就变成了薄熙来是个大义凛然的男子 对吧 这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就是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消息从哪来的 咱画个问号 对吧 消息听起来是李庄拿出来的消息 但是透露消息的最上面的人 如果是来自于习近平 那他就我们说 那习近平你就等着瞧吧 人家只不过留着青山寨 不怕没拆手 你过来来 我就讲过 你靠着后三十年不否定前三十年 你已经等于是比人博大公子差远了 博大公子几年前就唱红打黑了 远远走在你之前了 远远走在你今天习近平所操守的一切 今天你习近平所操守的一切 人家博大公子在重庆就已经做了 那除非你们是合为一体的 那如果整个合为一体的话 那也就是换个角度上说 重新走向最终的这种崩溃 没有任何回头余地 对吧 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你在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平衡 平衡的结果出现这样的结果 或者你太子党内部之间的平衡的结果 出于这样的结果 那就会遭到更大的更强烈的老百姓的 本身的愤恨 民间巨大的愤恨 就会在你这样的结果当中出来 也就是说 今天你今天怎么去判薄熙来 你只要维护着中共本身 你就是耗子进风箱 你哪都出不去 看你是有权利 看你是这一切一切的一切 但是在整个大的背景之下 你死定了 那在此之前 在去年的12月29号 当时青岛日报 有篇报道直接提到 薄熙来犯了六宗罪 恐怕被判无期 这是当时拿出来的罪名 当时拿出来的六宗罪 包括什么呢 滥用职权 巨额受贿 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违反组织人事纪律 并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当时说的 这是其中的六宗罪当中的五宗罪 那第六宗罪是这么讲的 调查中还发现 薄熙来与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的线索 我们当时跟大家分析过 这第六条罪是最可怕的 这第六条罪埋下了一个尾巴 埋下了一个地雷 会把他整个给炸死的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宗罪 去掉了与多名女性保持性关系 或不正当的性关系 没罪了 也就是博大公子没干过 那些女人现在是到底在 是没在呀 对吧 这东西她干过就干过 没干过就没干过呀 对吧 那除非我自己感觉 如果这第四条没有的话 我唯一的感觉就是 那个女人是个公共谈云 不仅上了她的床 一定上过别人的床 才会出现这种事情 因为当官的玩女人是正常的日常生活 对吧 保持着党的最高领导们的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 那如果把这条罪拿下去的 这条罪是所有党的官员们 拿下来之后的必有的一条罪 但这条罪如果没有的话 一定是有故事 一定是有故事 一定这女人有故事 跟她有过关系的女人有故事 而这个故事不仅仅牵扯到薄熙来 因为这个故事可以 这个女人会牵扯到一串 对吧 在中南海串门 人民大会堂有这听那听 对吧 济南听 重庆听 这听那听 她是走了这门进那门 出了那门进那门 就是进进出出的事 所以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才可能把那个罪拿下来 而在此之前你是公布出来的 对吧 第二个没有的罪是组织关系的问题 这组织关系的问题 这一罪拿下来 目的是什么呢 涉嫌到如果有那一条罪的话 很可能在中共党内出现反党集团 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 有薄熙来 而薄熙来跟周永康网上有过另外一条消息 说五次六次曾经讨论过 用两年时间如何作死习近平 而这就是跟组织上下之间的关系 这种组织本身另立党中央 这是中共最忌讳的 如果这条罪也没有的话 那就不是反党集团 那就根本就没有事 如果这条罪没有的话 就是留得青山战 不怕没拆少 而第六条最可怕的 与其他案件 涉嫌案件 有关系 你已经说你发现它问题了 你今天又没有这个罪了 那其他犯罪的人 是你今天习近平做不死的人 不敢动的人 那就满潮就这德行了 所以我一直讲说 天灭中共 天灭中共 这个消息是真的 是假的 随便跟我 我个人认为 没有关系 这消息的本身 让我们今天 每一个今天的活着的人 看到中共体制 本身的邪恶 看到所有围绕 这个体制的人的人性 在被扼杀的过程中 可以说对人不抱有希望 也可以说对人抱有希望 抱有希望和不抱有希望 在我的眼睛里 只是看他人性善良的一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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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